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大洋新闻频道 我是频道主持人 调查记者岳哥 真实报道 热情发生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非常感谢新老朋友们的观看和关注 您的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和打赏 对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有请朋友们来继续多支持 现在是2020年11月24日的星期二 美国的话 美东时间是11月23日的星期一 我们今天重点还是来看一看 与美国大选相关的消息 先对昨天的节目做一个简单的回应 昨天的核心人物是鲍威尔女士 在特定的华人圈子中间 她有着鲍女神之称 那么鲍女神在美国的星期天下午的时间 就被川普律师的团队做了所谓的切割 那么一些华文的媒体 非机构媒体 包括一些大V了 就认为其实这个是 鲍律师计划好的 那么言下之意是掌控之中的 他还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挑战 更大的使命要去做 这种说法 我做了一些搜索 包括在我昨天视频下方的一些评论里 也可以看到 不少华人朋友是乐见其成 充满期待的 但不得不说 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 鲍威尔女士被做切割 主要的原因还是川普总统 对她的一些发言 过于耸动表达了担忧 认为就会影响到一些相关的 最直接利益相关的诉讼 当然鲍律师还会以怎么样的形式 来做诉讼 还会不会在这一周发布 海量的一些证据 我们可以再看一看 但现在对鲍律师来说 比较紧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推特上的发言 他可能要比较小心了 因为就是在 川普的律师团队和他做了切割 然后鲍威尔律师 做了一个声明之后 大概几个小时 鲍威尔的推特就被暂停了 12个小时 通俗的说关了小黑屋 12个小时 现在有推友就特别提到了 鲍威尔被关停推特 真的是背了锅 背了怎么样的锅 我们等会会提到 那么先重点来看看川普总统 星期对川普总统来说 是一个黑色的星期 为什么呢 最直接的原因 那就是美国的总务管理局的局长 莫菲在星期一就已经向拜登的团队确认 可以正式开展总统权力的移交工作了 那么这个消息最早是由谁来披露的呢 是由CNN披露的消息 然后别的媒体快速的跟进 而在CNN报道几分钟之后 川普总统就透过推特进行了回复 客观来说 川普总统的这一则回复 还是体现了他的直率和理性的一面 等会我们也会具体来看一看 先看看莫菲这一封信 那么莫菲在信中就表示 白宫并没有向他施加压力 要求他去推迟正式的过渡 而他如今做出正式权力过渡的 这样的一个认可 不是出于恐惧或者是偏袒等等 莫菲还特别就强调 请注意我是根据法律和现有的事实 独立做出的决定 也就是总统权力的交接正式开始了 莫菲的这封信或者说总务局的确认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例行公事的工作 但又确实意义重大 对于川普和他的团队来说 官员的交接 一些文件的交接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他还可以获得数百万美元的政府资金 来作为一个过度适宜的一个开销 而另外一方面 对于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来说 这个意义可能就意味着 川普离成任败选就要近了一点 当然这个都是一些媒体的看法 那么川普总统的表态也很快来到了 我前面提到了川普总统在他推特上的表态 体现了他直率和理性的一面 而且我觉得特别有必要一提的就是 川普总统在发出回应两个多小时之后 推特方面没有给他的推特 推文打任何的标签 包括可能引发不同的争议 包括有更多的信息源展示了不同的角度 这两个标签都没有打到 这个是川普总统近期为数 甚少的没有打标签的推文 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 也能够印证他在推文中 所显示出来的这种态度 那么他的回应是什么呢 我就快速的来念一念 他说我要感谢总部署的艾米利莫菲 对我们国家的坚定奉献和忠诚 他受到了骚扰威胁和辱骂 而且我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在他的身上 他的家人或者是总务局员工的身上 接下去川普总统比风一转 他说我们的案件将继续坚决的继续下去 我们将保持良好的战斗 我相信我们会取得胜利 接下去川普总统比风又一转 他说尽管如此为了我们国家的最大利益 我建议艾米利莫菲和他的团队 做一些有关初始方案的工作 同时我告诉我的团队也要这样做 川普总统的这一则回应 我就注意到 不管是在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中间 还是过往对川普总统批评有加的 这样的一些人群中间都引发了普遍的赞赏 普遍就认为这体现了川普作为一个总统 应该有的一个高度 当然我想说的是 我目前就比较关心 支持川普总统的一些大的机构媒体 非机构媒体和大V会怎么样来做解读 其实大家公认一点 川普总统在法律范围内做诉讼 做维权 毫无疑问是他的一个权利 但是一些媒体一些大V在鼓吹用军事力量来翻转选举的结果 这种说法真的是太过耸动 搞不好伤害到了川普总统本人 而且更严重的伤害到了我们对美国民主的一个信心 或者再广泛一点伤害了我们对民主作为一个政治体制 作为一种价值观所持有的信心和敬畏 最后我们再看一看星期一对川普总统来说 诸事不顺确实是黑色有加 美国密歇根州的检票委员会在11月23日星期一 就已经认证了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胜出了 拜登在密歇根州就比川普总统多拿到了15.4万票 全取该州16张选举人票 而在另外的所谓的摇摆州 佐治亚州在上一周就已经完成了一次人手的重点 结果仍然显示拜登胜出 那么佐治亚州继而就认证了结果 但是川普团队在11月21日星期六要求再重点选票 佐治亚州的官员在11月23日星期一就表示 从11月24日星期二早上就开始重新点票 下月的2号午夜就完成所有点票 但是现在媒体一般倾向于认为 结果就不会发生变动了 此外根据媒体的信息 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结果也即将获得认证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另外一位心情不会那么好的 鲍威尔律师 11月22日美国当地时间星期天的下午 川普的律师团队就和鲍威尔律师做了一个形式上的切割 前面已经提到了 而鲍威尔律师也很快发表了一个声明 就回应说理解川普团队的决定 同时他还表示他会继续为支持川普和共和党人的一些美国人民来进行诉讼战 总之在这一番你来我往的交锋之后 弗林将军鲍威尔律师曾经为他进行过避免户 弗林将军在推特上就放出了一个消息 说推特平台已经把鲍威尔的推特账户封禁了12个小时 鲍威尔律师一连串的遭遇就引发了他的支持者的同情 包括对推特平台的愤慨 这些支持者毫无疑问 包括不少华人的朋友 称他为鲍律师 称他为鲍女神 那么究竟是哪一则推特或者说鲍威尔的哪一些做法 就导致了他的推特账号被短暂的封停了 目前各种说法不一 因为无论是推特的官方还是鲍威尔律师本人 并没有做出直接的活应 我就注意到国会删报的一名法律事务记者 就在推特上留言向大家来请教 鲍威尔律师被删除的这一则推文究竟是哪一条呢 那他的意思应该是比较明确的 是不是说鲍威尔被删除的这条推特 再导致了他的推特账号被短暂封停了 那么下面有一些回复 其中最多的回复就指向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篇文章 一位自己填写的身份信息是律师的推友就特别提到了 已经有不少评论指出 只要是转载了这篇文章的链接的推文都会被删除 而且相关的推特的账号都会被封停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说法 这篇文章说的是什么内容呢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你把文章的链接点进去 就可以到最早发表这篇文章的一个网站了 先说这篇文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站看一看 标题是Dominion 红杉资本 Smartmatic这个软件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联 这个是文章的标题 文章也比较的长 第二点 发表这篇文章的网站 11月20日纽约时报 在一篇调查报道中就特别提到了 它是一位海外人士旗下的网站 那么这位海外人士旗下两个网站流量快速的增加 从去年2019年12月份的不到500万人次的月度访问量 激增到了上个月 也就是10月份的1.35亿次 那么这是两个网站的访问量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news网站 另外一个是TV网站 纽约时报 11月20日的文章还特别提到了 美国极右翼以及反共海外华人团体日益联合起来 利用社交媒体给到一位从香港去到美国的生物学家 提供了大量的受众 并且帮助他进入主流媒体 兜售未经证实的病毒来源理论 那么刚好的 我在上一期节目中也特别分享了相关的消息 感兴趣的朋友 欢迎一部我的频道 看一看上期的报道 当然最后我要补充的是 目前就没有办法判定 报表律师被删除的这条推特 以及他的推特账号被封停12个小时 真的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则链接 他背了这口锅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做了一些搜索 当你进入这个文章的链接的时候 在推特上还有 在我上传这则视频的时候 有10则左右的推特账号 援引了这样的篇文章的链接 那么推特账号还在那里 并没有被封闭和关停 但是无一例外的都打上了推特的提示标签 那就是相关链接会引发争议 最后我们来看一则快讯 与李克强中国的总理有关系 与他的这种尴尬有关系 贵州云南湖南吉林四省 在上一周同时就换了省委书记 都是由当地的省长顺位来接任书记 按照内地按照中国大陆的做法呢 每个地方在更换所谓的一把手时 都要召开这个干部大会 由中央组织部的派下去的领导 所谓的钦差大臣 就在会上宣布中央的任免令 再由卸任和继任者来发表感言 那么这一次这个时间节点上 香港的媒体就注意到了 从时间上来说 湖南云南贵州三省大会 都是在11月20日召开的 这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导致同日中国的总理李克强 召集的部方地方政府负责人 视频座谈会 就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省长了 因为被点名发言的五个省中 湖南云南两省的省长呢 都忙着和卸任的书记来做交接 而后任的新省长又还没有履新 所以最后李克强的这个视频会议呢 他是点了五个省来做发言 但是湖南云南这两个省 都因为省长忙着和卸任的书记来交接 后任的新省长又还没有履新 所以最后是由常务副省长来代表发言 那就差了点意思 香港媒体的解读呢 比较的委婉 就是说中组部与国务院来欠沟通 言下之意 这一次人事变动 包括组织部这些大员 去到召开的干部大会 看上去李克强总理和他身边的幕僚 并不那么清楚 这种说法确实够委婉 够客气的 不知道李克强总理是不是接受 不知道他会不会有被轻慢的感觉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大洋新闻 我是频道主持人调查记者月歌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非常期待新老朋友们的评论 订阅点赞转发和打赏 来支持我本人月歌 来支持独立的新闻报道 谢谢朋友们 让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